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上帝 我们又来到主所定的日子 今天是2022年的二月第二个主日 我们特别要讲到 疑神尾罗的这个系列的第二讲 在恩典中之落 我们来看看一段的圣经 还是回到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既然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都与上帝和好 我们又借着他因着信 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间 并且欢欢喜喜的 盼望上帝的荣耀 我们都已经暂时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感谢主你恩待了我们 给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一个礼拜 我们在主面前 在主的恩典里面 欢欢喜喜的 可以盼望上帝的荣耀 把这个时间交给你 但愿你跟我们同在 开导我们的心 叫我们尝得你的安慰 得住你的同在 看见你就洗落了 恭敬地仰赖你 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感谢上帝 我们讲过在基督里的喜乐 以神为乐 这是神给我们的部分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以神的和好自我 我们在以神的关系里面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是罪恶的地方 但是我们仍然是在基督耶稣里 可以以神为乐 以基督为乐 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让人主开导我们的心 正如门徒一样的 在非常坎坷的日子里面 他们非常的失望 他们说爱的主既然被定十字架 没有显出他的尊荣 他的大能 也没有拆遣天使 彰显他的威严 竟然死了 在他们非常阴暗的痛苦的状态里面 第三天耶稣活活了 当他们拒绝的时候 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圣经有一句话特别宝贵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感谢主 但是你在痛苦的中间 看见主 看见主的手就喜乐了 其实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如果你在历史的 世界的过程里面 进展的过程里面 你看到神的手 你就很大的喜乐 其实神的手太伟大了 若是你喜欢足球的话 那个神的手 马拉罗娜 阿根廷的足球检手 他在世界大赛的时候 踢了一脚 足球进网了 那个裁判宣告进网 后来才发现 他不是用脚踢的 他是用手打进去的 但是周球的规矩是 裁判宣报以后 就定计了 所以很出名的一句话 神的手 人的手成了神的脚 让阿根廷获得了冠冠 其实神的手 在出名的 《故国论》这本书里面 用过一次 也只有一次 Adam Smith 这个《故国论》的作者 用了这句话来形容 在一切的事上 特别在经济学里面 神的手在运作一切 他可安顿一切 平静一切的风浪 解决一切的危机 造成一切的财富 在历史里面 神的手 奇妙的工作 我们曾经 整个系列在讲到上帝的手 我们感谢上帝 但是你常看见上帝的手 今天我们要讲的 以神为弱 这一段经文特别宝贵 他说 我们既然一生和好 又借着耶稣基督 因着信心 可以进到现在所在的 这个恩典的中间 并且可以欢欢喜喜地 盼望上帝的荣耀 在这个主题里面 我们感谢上帝 在基督里面 有一个地位的改变 不如所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言文是我常说的 一个新的创造开始了 它是站在恩典中 以前是在神的子命之中 在贫发 在困苦 在黑暗 在泛滥中 但现在 这因着信 进到现在所站的恩典中 现在可以站起来了 不是蹲下去的 早期的仆人 贝鲁的人 都是蹲在一个地方 不能抬头的 但是感谢上帝 基督主是因着信心 可以站了起来 不但站起来 不是站在一个贝鲁的状态中间 很得体的站起来 因为他是站在 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 他可以站得住 不但站 而且是欢欢喜喜的 有盼望的 盼望什么呢 盼望上帝的荣耀 有荣耀 这个恩典的地位 正如旧约圣经 我们所看到的 有一个人就是这一种的经历 是一个贝鲁的女孩子 以士帖 她本来是一个乌尔 爸爸没有了 又贝鲁了 跟着年老的叔父 相依伪命 贫苦的生活 在欢愣中 在没有地位的状态中 在被人妙视的状态中 但有一天 因为皇后瓦尔斯蒂的狂傲 神的恩典跟怜悯 临到了她 一夜之间 她的地位改变了 她本来是一个贝鲁的 寄人礼下的 住在茂房里面的 一夜之间 禅的皇后 住在皇宫里 住在华丽的皇宫里 她以后的日子是战战战战战战的 因为她是贝鲁的囚犯 但感谢上帝 一夜之间 她成了一个安落的人 成了皇后 她本来是恐慌的 她现在有个康泰的 华丽的生活 我们感谢上帝 神的作为让一个人不是命运的改变 那是生命的改变 命运时好时怀 变幻不定 但在神的旨意里面呢 神的恩典给人永远不改变 因为她是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感谢上帝 在基督耶稣里的地位 是不改变的地位 恩典中有结对的部分 是蒙恩的部分 这个复制是永恒的 在恩典中 是慈爱恩典水着一个人 不是你去寻找他 寻找金贝德说这是神的应许 但神已经应许你也给了你 祂所做的他不受贿 不变的复制 那是恩典的部分 这种地位是奇妙的 我们感谢上帝 这个恩典里面的地位 让你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 圣经说 可以蒙恩会 这种里面 做你随时的帮助 不是临时的 也不是一时的 那是既死的 也是随时的 特别感谢上帝 以神为乐 是在恩典中的喜乐 这种喜乐 圣经说 是欢欢喜喜的 盼望上帝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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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是指做得胜的意思 人最怕的是突然来到的一些 防不胜繁的患难 在社会学的研究里面 当人遇到想不到的突然临到了一些的患难的时候 最刚强的人都措手不撤 不能应付就会慌张 一慌张了就没有把握 就容易跌倒 那感谢上帝 在神的安排 跟神恩典的护卫在下面 诗篇特别宝贵 早上 晚上 这些事情不会领导你 你的耶和华帮助你 看上你右边护卫你 诗篇 一般是一篇所说的 白日太阳不伤你 夜间 也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影响你 神在你的右边保护你 它有很大的含义 以色列人 右边是拿着刀枪的一边 你不需要保护 因为你可以保护你自己 你有刀你枪 左边有蹲牌可以保护你 其实在那个诗里面 有极大的含义 你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你最危险的地方 你认为有保护的地方 也就是你最脆弱的地方 不认你的盾牌 或者你的刀 你的剑 这些东西 都不能真正地保护你 神的保护 神的建顾 神的建顾 祂说 我看守你 保守你 像包裹宝贵的 保护一样的 我保护你像保护同人 神的恩典就是如此 在神的恩典中间 那是神的建顾 即刻的 随时的 不死的 神的恩典领到我们 在恩典中 那是我们的地位 是神把我们放在那个恩典中的 在以色列的生命里面 他万强不道的 他已经贵为王后 有各样的尊荣 有各样的富贵 但是其实呢 他的生命 历史只有一步 神去何时 乃曼兴旗的时候 竟然得了皇帝的权威 权势 他为了报复莫地盖 对他的不敬 他不但要灭 灭莫地盖 还要灭所有的犹太民族 当然也包括了 作为犹太人的以色帖 就在最危机的时候 莫地盖派人告诉以色帖说 你要为自己的民族求情 为自己的民族作宝 莫地盖 这么的请求 竟然是被以色帖 拒绝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了 霍王 霍王没有空见我 我也不能随意的进去 就在那个仲敬里面 霍王提醒他说 厌不知你的王后的位分 是为现金的机会吗 你若闭口不言 神的百姓必从别处在拯救 但尼尼父教必灭亡 命在旦夕之间 历史只有一步 就在这个时候 以色帖请求我们离开 为他祷告 你们见识 我应该去见王 死就死吧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 他发现了一件事 人的生命 实在是在神的恩典里 没有神的恩典 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 这两年 这个世界在疫情的恐慌的中间 在这种状态里面 你怎么度人呢 感谢上帝 不要忘记 神的儿女 是在神的恩典中间 你的生命气息 你的存在 没有神的恩典就没有一点的保障 在神的恩典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伤害 能量也不能害你 为这个缘故 你在神的父位里面 你靠主可以刚强 谁能抵挡上帝所看为义的人呢 既然以上帝和好 因信称义 神会看过你 你可以靠主喜悦 因为你是在恩典里面的人 也为这个缘故 我们看到 在信仰上 你要知道 神对你的盼望 在恩典里面的人 他要知道他的托付 跟他的使命 你是有神所托付的人 你是有使命的人 神的旨意要在你的身上显出来 祂的荣耀要在你的经历里面 显明出来 见证出来 为这个缘故 你要藏在主面前有一个感恩的心 盼望神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 你的祷告应该这么说 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里 在我的生活里行出来 给我的力量 让人遵行你的旨意 显出你的大人 走在你荣耀的路途的中间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感谢上帝 以色列 我们感谢上帝 预备了一个计划 预备了一个计划 但神很甘愈 君王的心在余花的手中 好像龙沟的水 随意的转动 就在最关键的时刻 慢慢来了 神竟然 给予神一个机会 神的作为随时 都可以硬做 他的计划随时都可以启动 不是人的作为 是神的作为 他要做的是无人能跟拦住 正如幽巴所说的 我知道你的旨意不能丢去 不能阻挡 感谢上帝 这最关键的时刻 神给以色列的机会 神给他一个胆量 勇敢地说出魔鬼的诡计 受受了哈曼的作为 他的计划 君王的心在余花的手里 当神动工的时候 改变了人的阴谋 就成全了神的旨意 就在哪一天 以色列人庆祝了普尔节 他们念究 消灭了地人的作为 杀灭了所有 要毁灭神荣耀的那些的计划 让以色列人成为永恒的纪念 普尔节这个日子 被纪念直到今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什么时候 当你听到普尔这个字的时候 当你记得以色列 被鲁的子民 在最无能的时候 显出他们的尊重 神的大人显了出来 普尔节是以色列人纪念的日子 成为永恒的纪念 这位脆弱的护女以色列 所以没有办法的时候 竟然的 在生命中间的一个巨变 临危临死的时候 神把他高级了起来 成为永远的纪念 神荣耀的纪念 在神的恩典中间 写明祂得胜的能力 感谢上帝 在这个节日里面 他们显出神的作为 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是绝对不能被推翻的 神愿意祂的子民 永远活着 神建立他们所做的工作 神纪念他们所做的一切 但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都有这一种的经验 恩典的本身 是属以上的 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神要宽容谁就宽容谁 在神的怜悯跟神的恩惠里面 显明出来 叫每一个信靠主的人 因此的欢若 但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看到神的智慧 独马书第五章 从第三节开始 因为知道 神所做的一切 是要显明神的旨意 是可以知道的 知道什么 真理是一切的核心 不是这个机遇 机遇是人的经验 但机遇的本身是一种验证 不是一个真理 人不能靠记忆 人要靠知道 神要把真理显明出来 这个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要叫人知道 你要知而且要讲出来 一种的信息 在恩典里面 最宝贵的东西 不是一个经验 那个永恒不变的信息 这个信息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 知道一切所发生的事 是神的作为 一切神的作为 都有一个目的 一切的目的 都有一个意义 一切的意义 都有一切的教训 一切的教训 都是要显明神的旨意 教神的子民 不至于羞愧 让我们可以宣扬 主的恩爱 在整个构成里面 我们发现几个要解 第一 患难是必然要来的 人在世界上一定有患难 那是神的旨意 这位主的儿女 因为她在恩典中 她不需要因为患难 而求上帝免弃一切的患难 曾经有一本书 讲到教会 在中国 50年代 60年代 那一段时间的经历 这本书的 题目特别宝贵 是内地会的一个宣教 是写的 赖教士 题目是这么说 Come wind come weather 那时候南风吹来 北风兴起 在50年代的时候 教会宣教士 受到极大的逼迫 所有的西方宣教士 都离开了中国 在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面 这本书我看的时候 得了很大的危机 他没有说 不要吹 风啊 安静吧 平息吧 浪啊 耶稣有这个能力 叫风浪平息 但这些宣教士竟然说 让这些风浪来的时候 你就吹吧 反正 树是倒不了的 因为什么 因为在世界的变迁里面 有一个不变的事实 犯难既然来了 有它的目的 这里说 因为犯难生忍耐 没有犯难 看不出 忍耐是什么 有多大的力量 净风 你才知道 潮是多么的坚韧 感谢上帝 严冬的来来 你会发现 春风吹有神的惊潮 到底要多久呢 犯难要多久 没有人知道 所以中国的基督教历史里面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到90年代 21世纪的这些年代 以及近日要来的 面临三月份 顾家政策 对信仰的语言 是一种的政策 我们不知道 一波过去一波又来 但不要忘记 灌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不至于羞愧 这是圣经的话语 但是主恩代我们 开到我们的心 叫我们看到 我们无论如何 仍在恩典中间 欢欢喜喜地盼望 上帝的荣耀 一切所谓的事 都由上帝的安排 上帝的指使 也是上帝的目的 也就是 神荣耀的彰显 但念主开到我们的心 叫我们知 也可以道 有信息可以讲 使我们在主的里面 钢墙转打 传扬 主就真道 站在恩典中间 欢喜快乐 盼望 其实恩典的目的 是神要祂的儿女 站在恩典里的一个 终极的目的 就是让神的荣耀 可以彰显出来 而这个荣耀 是祂的子民可以预赏的 也可以永远赏到的 惊艳的 这一段今晚里面 最后的这些 我们所看到的 为什么这些事情 可以成就呢 而且必定成就呢 罗马书第五章 第五节 他说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要将上帝的爱 搅灌在我们心里 这个地方 诗经学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 可以外界出来的 第一个 圣灵的作为 在这一切神的旨意的行使里面 显明了 圣灵的作为跟神的爱的运作 圣灵的作为跟神的爱的运作 目的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更加看见神的爱 牺牲的爱 丰富的爱 奇妙的爱 大能的爱 这是第一点 圣灵的工作不但在教导 圣灵的教导 是爱的教导 爱的教导 是有成就的教导 一定有果子的教导 是一种见证的教导 但这个爱 是脚冠在 脚冠在 我们的心里 不但是头脑的知识 那也是一个生命的经验 不但是生命的经验 那是什么特殊的经验 脚冠这个字 圆文 不是冲击 不是一时的激励 那是滋润性的教导 脚冠 是均匀的脚冠 感谢上帝 圣灵的作为 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 有这种奇妙的 恒长的 恒久的 那种果效 是均匀的教导 教导 让我们生命的成长 不是一时性的 那是永恒性 教我们属灵的知识 我们得胜的经历 是真实的 是平稳的 是丰富的 是丰富的 但人主开到我们的心 是我们明了 从第六节 从第六节到十一节 我们看到的救赎的过程 就是教我们的 就是教我们重新可以经历跟温习 耶稳住的 耶稳基督的作为 教我们温固的自心 教我们对基督的爱 有新的 宝贵的 宝贵的 永恒的认识 但人主恩待我们 开到我们的心 使我们在任何一个状态里面 确实地知道 我们在恩怜中间的喜悦 是真实的 是永恒的 是充实的 言主赐福他自己的话 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特别谢谢祢 祢的恩怜跟慈爱 永远长存 祢叫我们认识 也知 也可以道 讲出来 祢的恩怜 跟我们所领受的部分 我们在神的恩典中间 满有喜悦 也以神为悦 也因神而喜悦 但是祢带领我们 所做的一切 我们的生命 气势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为 在祢恩典中间的喜悦 让我们得着鼓励 我们的信心得着坚固 以神为弱 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就好看 我们下期待